这腰不得不弯 陈欧珀被前立委黄国昌爆料 坐车登记在IMB诈骗集团旗下公司 IMB诈骗集团罗东大楼 是陈欧珀竞选后援会办公室 张思刚也PO出这一栋大楼 2022年时是宏盛资产管理 顾问有限公司办公室 负责人就是IMB案中的财务主管 2020年时是陈欧珀的服务处 更早2017年是亚太国际地产的办公室 这家公司2020年遭检方起诉 陈欧珀说许多人都被IMB主嫌假形象蒙骗 他诗人不明交友不慎绝对没有刮钩 但他自曝2020年5月 他的女儿行政院政务顾问陈正坤的女儿 以及张淑芬三个人合资买房 一个人出资一两百万贷款两千多万 那目前这个房子在出租的状态 他的租金作为他每一个月的利息 相关的金流都可以查证证明没有不法 黄国昌立刻在脸书表示陈欧珀应该赶快交代这一栋 与诈骗主嫌投资合购的房子 里面有不法犯罪所得 是形式上应扣压制物赶快交出来赔偿受害人 到后续如果相关的违法 会依照法律跟党内规定来处理 即使陈欧珀强调没有和诈骗集团挂钩 但这颗子弹还继续在飞 他是新闻承车的陈建达台北部导